男女要求不一样 是 阿姨 就是您觉得当今的社会的年轻人 什么样的好找 什么样的不好找 男的女的 要是条件合适 没有过高的要求都好找 条件怎么算合适 你比如说男的 那个稍微帅点的 或者瞧着过去的 这人瞧着不变得的 他的条件就是 得长得得细皮男肉的 皮肤得好的 长得得漂亮的 就对女孩了 这男孩子做的过去都长这样的 不管你家条件如何 什么你有什么没什么 不管是外地的话 北京也好 哪的都行 只要你人漂亮皮肤好 这个男孩子就乐意 精力条件可以降低点 对 他不挑那什么呀 什么你的学历 你的本事 你的家庭地位 你家的财富 等等等等 他不挑这些 他主要是挑的 他心目中的那种漂亮 他求得上的 大学本科统招的以上的 都是条件特别高 这男孩子 男孩子现在呀 男孩子又少 男孩子比女孩子有资本 就是有资本能挑 对 他那男孩子少 女孩子现在特别多 女孩子 女孩子那个条件呀 好 那个优秀 但是他呢 就是 他有学历 他长得行 他又有车有房 见他学历 研究生硕士 什么双学位 他那本事大 他一约能挣几万 是 然后他呢 又长得又不是那么难看的 就是这女孩子 现在剩下的就都是这个 那都属于是比较的 尖端性的这种 对呀 条件特别好的 对呀 那你说呢 他想找他这样的 要找这个走偶标准 要找他这样的 或者比他太高的 那你说上 哪里找去 因为男孩子 从这个学习上 从过分吧 他就是贪玩 他没有孩子 这个女孩子呀 学习好 是 所以呢 他有贪玩什么呢 所以这学历 很少比得上女孩子 哦 就男孩子相对来讲 学历低点 对 学历低点 可是女孩子呢 他要挑比他强的 收入啊 学历都比他强的 对 那你说上 哪找这样的 所以呢 这女孩子条件 特好的 特优秀的那个 就剩下的这个多 特别的多 那在您认识里头 也特别的多 对呀 因为我这好几个 我几个群呢 五个红娘群 哎呦 您知道吗 他的走偶标准 我的走偶标准 是什么什么的 有车 有房 什么孝顺 一米七五以上的 什么也是长得帅的 也是那个 最起码他是研究生吧 必须得统照以上学历的 要求工资什么 男方的工资收入得多少 要求 有的就要求 有的不要求 有的要求得 比如他挣五万 每月 那男的你 最起码得三万 哦就是五万 女的挣五万 男的得要求三万 对呀 你不能比我 你不能说跟我一样 但是你得不能说的 那个低于这个 这个什么 看的太多了 对你要你要是 将来你要少了 咱们这个高档的生活 追求高档的生活 将来有了孩子也是 跟普通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咱得高 高一个普通的孩子 所以这个花销 这个消费 就不高 高消费 是 所以他就挑这个 这个男孩子 那个一个 他就挑在全面 那你说 那男孩子 哪有这么优效的 是 那您接触这些 女孩子来讲 他们的年龄都 大概在多大呀 现在 有的是三十五 就是四十五之间的 现在还有的是 二十七八的 现在 也多的 也挺多的 条件也不错 完了收入也特别高 对 研究生都是研究生啊 这个 统州以上的 家里头条件特别好的 哎呦 挑这了 还都是北京的 北京的 北京的多 外地的那个也有 外地的少 哎呦 就是女孩子 生的特别多 对 那比例呢 您看是 我看 十个人里头 我看得有 七个女孩子 三个男孩子 哎呦 好 真的 是 阿姨呢 也说出了 现在年轻人 谈恋爱的 基本的要求 以及条件 这个也都是因人而异 自己觉得合适就好 您说呢 我看不出了 我看不出了 我看不出了